多謝主席 四百頁的報告只有十分之一是摘擾 任何人都不可能接受 稍為是人,有些常識的人 39人死亡 如果大家例事是受難者的家屬 請問你現在的想法是甚麼? 這是甚麼政府? 所以這個張炳良都黑過墨豆 做官真的要說說官運 有時又不是看現在的 你看看葉劉淑儀多厲害 當時被罵到 現在十大宴排第二了 幾個人沒有公理了 我告訴你 正因為沒有公理,就更加要調查 為甚麼不能調查? 沒有問責下台,只有升官發財 就是這個問責制 現在正好就有個機會 大家可以就這個問題 給政府一個壓力 你是要承擔責任的 你看看現在報告中 責要提到那些要負責的人 一個名字都沒有 牽涉手掌級官員 有個提前退休 提前休假 退休就 接著現在找新聞處處長 做海事處處長 是否發布新聞會更厲害呢? 沒有用的 慘劇已經造成了 練班 又要逼那些家屬 幫你簽一份保密承諾書 然後讓你看看一些 多賤格 你說這些 哪有這樣的事 所以我在我可能的平台裏 我已經說了九十多次 說這件事 無論是報紙、專欄、網上電視 這是非常令人發指的一件事 你的報告已經出來了 對嗎? 大家要知道真相 為何要隱瞞真相 然後走出來說 司法程序、法律程序、檢控程序 是否有抵觸、個人私隱 這些是甚麼私隱 理論上是這些官員要解僱的 你看看南韓的海難 現在的總統也收身矮 不要說總理下台、部長下台 黃英文議員 你時間多了 田北辰議員 今天他會稍微選示 日本等電視 諳 與者 聽yez 元 得太 勇部 神 大家